在意大利的一个小岛上,尽管只有大约100名居民,但却有大量的野山羊。 当地政府希望能将这些山羊送出。 据CNN报道,这个岛上的山羊数量是居民的6倍,每个人拥有的动物数量超过了其他任何地方。 市长古洛呼吁,任何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的人都可以伸出援手。 古洛说,他并不在乎你是否懂得如何养山羊。 只要你有一艘船,能上岛抓住山羊,然后将它们运走。 他解释说,这个领养山羊计划的原因是,当地政府不打算屠杀这些动物。 这些山羊已经侵入了居民区,闯进了房屋,药食公园,私人花园和树林,甚至试图爬上通常无法承受它们体重的石墙。 据西西里地区政府称,这些山羊大约在20年前由一位农民引入岛上,然后被放生。 多年来,这些无主的动物在阿里库底岛的悬崖边自由放牧,几乎每张这个岛的明星片上都能看到它们。 然而,让它们自生自灭后,它们却以惊人的速度繁殖。 市长表示,任何有兴趣最多领养50只山羊的人,都可以在4月10日之前正式申请。 他补充说,截止日期还会延长,直到所有的山羊都被领养为止。 申请人需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请求,并支付16欧元的邮票费用。 古洛说,自从我们首次宣布这个计划以来,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人的来信,其中包括一位来自附近火山岛的农民,他生产山羊奶酪。 他补充说,理想情况下,我们希望人们试图驯养这些动物,而不是吃掉它们。 领养者有15天的时间抓住山羊并将它们从岛上带走。 这个赠送活动将持续到山羊数量大幅减少,但仍会留下一些山羊公游客拍照。